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广同学 最近呢浴血黑帮是非常的火啊 汤姆歇尔比也是圈粉无数 我本人呢也是这部剧的中式粉丝 现在大家都拿这部剧的画面来做一些二创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剧的字幕非常的屌 就是他每次开篇的时候那个字幕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教大家如何还原一下他这个字幕 虽然不是一比一啊 因为他那个纹理呢文字的纹理呢我找了很久 但是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哈 所以呢只是找了一个非常接近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制作一下 资源获取方式在公众号回复屏幕上的关键词即可下载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感谢大家 首先呢我们打开AE 好我们新建一个合成 然后呢我们新建一个文字 我们把这个剃刀档的英文打上去 好的因为他这个是两行字 所以我们再复制一层文字 把它放到下边 好的 现在呢文字已经有了 我们要来改他的字体 这个字体呢我也是在谷歌上找了很久哈 就是这个字体 复制一下 把下面这一层也改掉 好的我们看现在这个字体呢 已经变成了他这个影片里的那个文字的字体 我们现在来调一下他的排版 首先呢文字有点小 我们要放大一些 大概这么大吧 锯中一下 好的 然后呢字间距我们要让他小一点 大概这样可以 我们看这个锯中的这个文字呢 它是 虽然字母的字数不一样 但是呢他上下是对齐的 就是上下两行字的左右两边是对齐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给他加一个参考线 我们来调下边的字体 我们左边加一个参考线呢 我们右边呢也得加一个参考线 好 我们到这个Y的这个字母这 好的 好的我们右边的参考线加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的字间距也调整一下 嗯 他的字间距都挨的非常的近 大概这样 然后我们把它的左边对齐 好 左边对齐 然后我们把这个点放到这个位置 我们再把它放大 放大到右边也对齐 好 大概这个位置 好 往下一期 好 我们现在把它放满屏看一下 然后 我们把它的参考线去掉 现在整体来看呢 它还是有一些小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把它再放大一些 但是 如果我现在再调这些东西的话 一起放大的话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上面和下边它不是一样大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给它加一个空对象 然后把这两个连到上面 我们现在来放大这个空对象 好 我们可以看 两个是一起放大的 然后我们把它聚中一下 可以再大一点 好的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它的纹理 这边呢 我找了一张金属的一个 一个贴图 这样我们来做它的纹理 首先我们把这个贴图导进来 放下来 哎 好的 我们给它来打一个愈合成 好的 我们到这个愈合成里边呢 需要把它的颜色来调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 少了一点质感 而且它的颜色有点太 它的颜色有点太白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调一下它的颜色 首先呢 我们来先给它加一个这个颜色 好 我们可以看这边的纹理就出来了 这个给它改成10 然后这边呢 我们再来给它提一下亮度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到外边以后呢 怎么给它添加纹理呢 我们选中文字 然后呢 折罩一下 好 我们看 现在它的纹理有了 我们把下边也加上 复制一层 放到下边 同样的 好 现在呢 它这个纹理呢 这边有些黑 所以呢 我们给它可以放大一些 然后呢 抹一下位置 好的 我们可以看 现在这个纹理有了 虽然和它那个片子里的纹理呢 不太一样 但是呢 我们要的这种效果也是有了 好的 现在纹理呢 我们调到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你会发现这个纹字呢 有点暗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纹理的亮度呢 再调高一些 拉到这个样子 我们看现在这个纹字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OK 这就是浴雪黑帮这个标题文字的制作方法 感谢大家的观看